广东的这个最新的连线这是亚洲跆拳道联盟呢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亚台盟的主席他对于在这个官网上 指申台湾的选手呢是这个欺骗的行为 他表示呢是有sorry 立刻连线给我们的记者李列芳 是的主播 杨淑君的这个争议是有最新的发展 原本态度相当强硬的亚台盟 一度在官网上公开指责中华台北 是令人震惊的欺骗者 不过就在刚刚亚台盟的主席 首度在公开记者会当中 对于这起事件呢表示sorry 是相当的遗憾 还说整体事件都在公平公正调查当中 至于中华队要求公开道歉 亚台盟并没有当场拒绝 只说呢一切等调查过后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而另外一项焦点就是目前正在进行 像亚台盟跟中华队教练 一个当面私下的会面 这也是相当不寻常 因为其实第一天事发当时 中华队就要求跟亚台盟来一个 等于是跟技术委员来一个 明清事实的交易会面 但是并没有获得许可 但是现在就在这四天过后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 亚台盟终于跟中华队的教练 来面对面 但稍后有最新的状况 我们会继续为您连线报道 镜头交还棚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铛 明镜头交还要找还没有